做什么呢 好 当我现在有个单色的背景之后 我需要有一些图片 在我的这一个画面中来呈现 那刚才给您的素材呀 来我们看一下呦 去背实力里头老师放了几张照片 这个 好 把它放大一点咯 这里有几张图片 那这些图片的话呢 我希望等会可以放在我的作品里 本来要做这一张啦 但是应该没有时间做不完 就是这是去背应用了 没有空 一定做不到那么漂亮那么细致 我们只要能够把地球青蛙海域放好 我们就很厉害了知道吗 可以吗 今天下课可以把这些摆完 我就很感动了 好 来说我们看一下这些物件 好 那首先来 在PS里面呢 老师想要把地球放进去 青蛙长这样 海域长这样 OK 我们拍照的时候都是单一单一的物件 那我如何把这些物件们 放到这一个作品里面 我们有一些细节要讲一下下 好 首先来 第一个 老师如果现在希望把地球放进来啊 我们要怎么放好 去背这件事情 在Photoshop里面有很多的方法 有很多种方法 那我们一个个来看 如果可以讲多少尽量讲 好 首先第一个 老师要把地球放进来的话 第一个方法是 你可以单独的把地球打开 所以我们用档案的方式 开启旧档 也就是说先做过处理了之后 再放进来啦 好 先做过处理 好 所以我们到这里来之后 我们选择地球 OK 好 来打开 有问题 好 进来之后啊 地球在这儿 它是单独的一个图片 单独的一个档案 所以我们的海报在这儿 地球在这儿 OK好 好 那首先我们进来之后呢 老师想要把地球选起来就好 选起来就好 好 选取工具在哪里 来在左侧 左侧这里 这个是标准选取 然后呢 左下角 这个是套锁 右边这个是快速选取的概念 好 所以 真正跟选取有关的是 一 二 三 那最难的是钢笔工具 钢笔 好 这边还有一个钢笔工具 好 那我们先不要管它 我们先看这几个常用的 首先以这个例子来讲 平常在选东西啊 我建议各位 你要会看素材 有些素材其实很好选 像这个其实非常非常好选 因为它的背景是黑的 有没有 所以呢 如果是这种情况 我会建议同学用一个功能 来 点一下旁边这一颗快速选取 那你记得要长按住 当你长按住的时候 它的里面还有藏了很多的工具 所以呢 在Adobe的功能里头 只要是它的按钮 右下角还有一个小三角形 你长按住不要放 它里面其实是有长东西的 OK吗 就是长按住不要放 好 老师要用什么 我们用 这个用魔术棒跟快速选取都可以 那我先用快速选取 等一下我们再讲魔术棒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好 快速选取是什么 你点了它后往上看 上方这一排呢 就会有快速选取的那种箭头 那你点第一颗就好 因为老师的电脑有用过 点第一颗就好 进来后怎么做 这是笔刷大小 你可以调笔刷 好 那所谓的快速选取的意思是指 移到中间后图 就选完了 那因为中间的复杂度比较多 所以你要这样图得比较久一点 OK 这是一种方法 听懂吗 选取就是选取的概念 就把它选起来 好 可是如果老师不小心选出去了 怎么办 不小心选出去怎么办 总是要复原吧 取消 好 来 往上看 这个叫加号 增加选取区 所以我不要的呢 对 减号 删掉它 看到吗 删掉就好 回来 加号 一直来推 听懂我的意思吗 这是一个方式 所以你也可以直接去选外面的黑色的 黑色的全部选起来 然后这个要出来一点的 因为蓝色的地方没有被选到 你看到没 你要再修一下下 修一下下 蓝色的地方没有被选到 好 所以这要花一点时间 自己处理一下下 好 来 老师选好咯 选好之后再来呢 我如何让选好的这张图片变成 就是选了这个区域变成一张图片 而且可以放到海报里头 好 首先来 当老师现在选完之后 在我的图层中 还是这张图哦 所以这个叫选取区 它只是个选取区 然后老师想要让这个选取区 变成正式的图片 好 很简单 功能是这儿 在图层的地方 有一个叫新增 增加一个新的嘛 增加拷贝的图层 图层新增拷贝的图层 看老师动作哦 按住这个小方格 按拖过来到海报 它会打开海报 看到没 还不能放哦 放下来 放 它才会过来 哎 这很难吗 就拖曳而已 那大小要调整 大小要调整 会吧 OK 过来咯 过来咯 好 然后再过来的时候 是不是很大 很大我们要让它缩小 OK 缩小 缩小怎么缩 来 在影像的位置 隔壁 编辑的地方有个功能 叫做任意变形 Ctrl T Cmd T OK 你用Ctrl T就好 来老师做一次哦 Ctrl T 好 它就变成框框 有没有 那框框出来之后 你们要记得哦 影像的部分最忌讳变形 你们好容易让它变形 知道吗 所以呢 在调整大小的时候 上面这条属性列 它会有一个W跟H 有没有看到 我建议同学把它锁起来 宽跟高锁起来 你在调的时候 你可以任意调 哦 它还是变形了 等一下 复原怎么做 复原 对Ctrl T 这个 这个锁起来之后 它可以让它锁定啦 那对角线拉 也可以 对角线拉 你看 它的鼻翼是一模一样 对角线拉一下 好 来 这就可以调整了 好 OK Enter 目前这样听得懂吗 可以吧 就是套数先过来 套数先过来 所以 你这个档先不要关掉 你可以把它储存psd 下次呢 重复使用的时候 把它打开 就可以再拉过来了 所以第一个 快速选取的方法 会不会 快速选取 然后快速选取 其实也可以反向思考 来老师再点回背景哦 把图层一关掉哦 好 在背景的地方 你看我的选取 我们刚刚从中间选 我可不可以从外面选 外面感觉比较好选吧 因为黑色 所以你看我从外面 好快哦 你看 修好了 哇 这个再加跟减好 可是老师现在选的是黑色 如果我现在comment Z 会发生什么事 对 你们是要黑色吗 你们该不是要这个吧 听懂我的意思啊 你们该不是要它吧 好 来复原一下 好 所以如果你这样选出来之后 怎么办呢 你要它反过来 反转 反转 OK 目标路要反转 所以只要按滑鼠的右键就好了 右键 哪一个功能 很好 反转选取 反过来 这是另外一个技巧 会不会 反转也可以 那当然我这边没有弄好了 好 就是自己再加跟减 微调一下 再修饰一下下 好 所以快速选取 非常适合 于像这种 物体跟背景的 之间落差非常大的一种素材 它就会很好用 好 所以到这里OK吗 那选完之后把它带过去哦 然后再把它缩小 好 来 试一下